人氣男團Special的隊長洪正 去年因為拍攝熱血偶像劇 High Five 制霸青春 在練習籃球時意外受傷 造成右腳粉碎性骨折 其後他雖然仍然把殺青戲拍完 演藝事業卻全面停擺 專心在家療養 相隔五個月 洪正17號在臉書上發表一篇長文 吐露自己受傷後的心聲 不少粉絲看完都相當的心疼 洪正表示 這次受傷的部位叫聚骨 碎成了三塊 並提到這個地方受傷所產生的 不確定性很大 他坦言擅長跌倒的我跌倒了 到現在沒能再站起 言談間似乎透露 復原的狀況並不好 洪正提到五個月過去了 每每都是帶著信心 卻得到掃訊的回診結果 下個禮拜我還要再帶著信心過去 看看勇士拿著寶劍的童話 是不是真的 洪正也難掩落寞的表示 有時候就是必須跌倒 才能學會仰望 不少好友及粉絲看完洪正的貼文 紛紛為他感到心疼 但大火也不斷地為他加油打氣 希望洪正能繼續保持這份信心 直到完全復原